我没有这个特权 我是给给别人举报呀 我哪有我哪有自己风筝权进你告诉我 能不能封 你看那边审核过不过呗 我最后就是把这个东西举报给别人 对吧我又不是有这个权力 不是说我让你死就得死 我只是举办这个权力给别人看他这么有没有违规他的总体有没有违规能不能懂 并不是说我要封他 那个必干的行为就是该被封呀 没人封他 不得理解 现在的前级比较弱 等级高一点点之后就很厉害 情况你就摸不到他 要被他拉传在你 还没人把他拉传在你 我真的没什么 你 这样 我 因为 都是举报 都是把别人那个东西给给别人看哪有自己能封的 自己能封的你得是内部人员 怎么可能有自己能封的权利 我也封过不少那些演员的号 也不是我封讯封过我检举过 这三个人就打不了 我闹了一个病的经验 无所谓 这天就只想发育的 不打架的 伤疤是一个人最上等的华服 没机会他的站位 太会防干客了 让我害保守 真C不动队友说真的 真C不动他们 今天打4把300SVP100MVP 你越C你越排到一些畜生队友真C不动他们 跟人机一样 骂他们他们也不想回应 就是个纯人机都不知道是不是演员C不动他们 我都不想C了说真的玩的好玩啊 然后医序人多啊他排到人比较广 不然想我这天排来就这么点人 你们C的也无所谓 医序人太多了呀 他排到了一些那一抽下感觉更大 天职的东西好像压不住他 不过他是没在TP的 他是要玩单线的 这人玩的很狂啊 打踢回家了 他没蓝量用了 打踢回家很正常 银干都不带 小转一点点就好 不用转太多 转太多啊推进来我控不住呀 这么多一点点 我可以控住 啊 我失去耐心了 我已经看透你了 六级后天使太厉害了 打不了了 只能跟他狗着了 现在他压制我了 我就是所谓的无理资产 所以我看他家中的 他要有个凡准力 也要客气 就是不能家人 就自己跑了 耐心不是一种品牌,而是唯一的品牌 你的徒劳让人失望 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 这不是有眼吗?还要蹲在上面 天使还是有的 我得推线吧,我的线好像有点吃亏 我看小超梦有人说他在没有神话版本之前是个钻石 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记得早些应该对线好像他也不是钻石了 不过他应该是神话版本最大收益者 直接飞起 上了下午第一的 但我记得他早新的好像也不是钻石 记得好像S910那会儿好像碰过 也是有也是个千分呀 但是我记忆不是记忆不是很清楚的 应该不太可能是钻石,钻石只是个形容词 形容他状态不稳定的一个形容词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第1号被封了一天 不知道什么情况 看耗子给我发消息了 耗子说他也不懂 应该就是异地吧 异地被封一天很正常 对,抖音上面确实有些人比较喜欢干回事这样 别打了 真的很疼 拜托 挖的我好疼 抓他能抓吗 感觉我出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好打 这英雄只能出肉装 出不假鞋 出南盾 出南盾 好打 第二阶买南盾吧 赶紧买死亡柱没什么用 哪个南盾的小小小南盾 有一下他的伤害 他也得太快了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了 由我来死 慈悲是一种我们能把承担的奢侈 他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 没有,我刚问的 没怎么,我一般消息发的很少 这好难玩啊 这下路在搞事 我怎么上面要出事呢 我这玩意有点问题了 回弹幕去了 不该回弹幕 回头脑子玩游戏 这不在下肯定在上面 干嘛 都不知道要干嘛 玩晕了这游戏 玩得很难受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死不掉吧 死掉了 不应该的 这波小亏 这波小亏 卡币该吃饱了 天使很狗的 他一般没有人来或者说不给 要找机会才会慢一下 弯的挺狗的 想我这般人多了还是比较严重的 不想给他放走 不要太大了 你不是人啊 你真不是人啊 你是你妈的吸血鬼 只要耐心等待 裂缝总会出现的 不过虾狗里面被翻盘 有一所以 虾狗里面被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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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打不过他 我先一起手 我应该打不过他 我只能先Q去 QW去 4 3 2 1 走回这么好 走回好好 真的有点细腻的 走位这么好 我把灯抢 我还有动弓 我把灯弄抢 走位怎么这么好啊这天使 有了好几个技能 我都好久没打过这场局了有点有点生疏了 这种局其实不会想自己怎么乱杀 如果想的配合队友就好 好像只能不加血 好运总会眷顾愤愿 非常好出的 拿完了 优势跟没优势一样 他好像没必要产线 我也不知道怎么 这怎么操作 人家操作的好费劲 不用 灵魂不是一种屏服 而是唯一的品 我被封一天跟铁边没关系,要么就是我嘲讽的有被封的 要么就是我一地登录 被封一天这肯定是小问题的 应该是一地登录了 打牌我两个地方从同一天登录是会有种情况 我的办法 我以为你画的 假扮無辜,真是浪費時間 這波都能不死,感覺對我玩的也好 打天職好難打,打我好疼啊 有點看不懂他的傷害了 有點看不懂 好恐怖啊 這有點難打,如果打不掉,別走 斜著勾 至於守守,這個疫區的大事局差多少了 他幾個維度吧,我說實話,真的不是一個級別 對應的大事局不是給亂玩的 對應的大事局不是給亂玩的 在這裏我都不用做很多事的游戏 破定一他媽的我 精品一節還要輸 我只要往後自己就好 感覺不能打,對面有打也會搶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在下樣子怎麼打 我哥哥哥不入啊,我六個助攻啊 這哪里哥哥不入啊 我這把遊戲是上門差距最大的 這把遊戲是TOP幹法的 後悔的苦 蛙機在下弄不能,不能搞 你搞的話有點有點 飛進了有點 錯了我 有點手抖 蛙機怎麼哪要在下弄呢 蛙機 我們這邊農處理不了 我這把遊戲也必須得走啊 我這把遊戲也必須得走啊 這要怎麼幹 看看搞不下 哈哈 我就愛簡單能 這把我得回家呀 我這個 我這個 裝備太爛了呀 我說真的 我裝備太爛了 這把 得回家的感覺 嗯哼 挖鸡胎代线 我这个装备扛不住的 我得跟NEO配合才能 装备再怎么很清楚 这边是什么200大剑 这把是大师王者都有的 两面都有一个王者比较公平 那对面的王子发挥不是很好的 他也来了 我得赶紧走 这怎么玩的好 还行吧 过了他们很久时间也够了 应该有人在的 还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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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直接破盾了 一层是减速一层是眩晕 还有盾呢 还有盾呢 还有那个罩子 到他 到他 等到 就带来分后的奖赏 等到 为了皮尔罗夫的计划 怎么干的 打得好凶啊 哇 卡特宁哪 可以 不玩我 不玩我开一波猛士团 这波我敢开团真的是 命都不要了 说真的 应该不会有 25能上去 两刀做掉 这不能换掉 这么猛 差点这么高 这把卡特宁哪能这么肥 肯定跟我开团有关系 前面好多波都是他K头的 我去打工的前面都是 要连工还是不过分的 还要操作 没装备的还要操作 我踢过去吗 不想踢过去 应该不需要或者说不打 过去也不是很大 有大能要刷的 本来以前对峡谷挺嫌弃的 打完一区之后发现 下午还打得挺舒服的 一区真的有点太菜了 倒不是说综合水平菜 有的还是厉害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拍的队友永远是菜比 就我拍的队友菜比的概率 比对面菜比感觉要高 但打傻果上路优势的概率应该 不是很高 应该五成以上是有 打一区我上路优势的概率 起码有八成以上 就是说单打独斗的话 一区八九成吧 没什么问题 真没毛利 我去把它做掉吧 我觉得可以了 我做掉它 好像在现在的比较凶了 这人往中路靠了 这边好像不要了 这边好像不要了 这边好像是有些要搞不动了 现在可以了 这边就不要了 这边好像快点了 在这边 这边好像是有些要搞不动了 这边有些要搞不动了 这边就要搞不动了 天使怎么走位这么好 老踢不到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踢暈了 温风天太好了 太会走位了 踢不着他 权力的维持 必须不计代价 你看我打下我出了装什么装备 出了存混质装备 最新艾难道是功能性装备 天混的 出肉装 打电影我就得出很多输出装备 真的打得很难受的 直接推下路吧 直接推下路吧 齐推下路 主要你出输出没有用 对面的这种你买输出 我说你也秒不掉人 都是都是要 我是要扛伤害的 出装备性价比太低了 天使好 我扛了 小龙没有意义啊 三条 还有真伤呀 工具人 永远的神 当工具就完事了 过去一个人把对面烦死